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是可以避免 有人说世界就像一面镜子 你皱眉视之 它也皱眉看你 你笑着对它 它也笑着看你 世间的事纷纷扰扰 看开了就是幸福 看不开就是烦恼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人活一世 拼的是情绪稳定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不解释 国庆节那天 娟子在老家办了场阔气的婚礼 席间听见隔壁桌 几位年龄相访的女孩子 在饭桌上调侃 找个有钱的老公 可真好 人生都可以少奋斗多少年呀 语气里有酸酸的味道 正在敬酒的娟子笑而不语 只是客客气气的对着那桌的客人 敬了一杯酒 转身又去了下一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娟子和现在的老公刚在一起那会儿 她的老公一穷二白 两个人一起创业 用了六年时间 才在成都扎下根 我们这群熟悉她的朋友都清楚 如今的房子 车子 是她多拼命赠来的 婚礼过后我问娟子 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免得那些人还以为你在帮大款呢 娟子说那些人是她高中的同学 几年都联系不了几次 何必跟他们讲得那么清楚 想想也是 与其费心跟那些不懂你的人解释太多 还不如一笑了之 龙永浩曾经说 这辈子只有碰到两种情况 他才会去解释 一种是法院警察误会了 要去解释 不解释就会出事 另一种是被挚友亲朋误会了 要去解释 避免他们伤心 剩下的就随他们去吧 因为在他们面前 你的解释苍白无力 年少的时候被人误解 我们会急着与人争辩 在意别人的看法 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自己真实的内心 后来长大了 即使被误会 也不会那么迫切地想去解释 发现很多人 根本用不着浪费口舌 很多事情 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 郭靖在《下一个天亮》里唱 有些故事 不必说给每个人听 因为有些心情 不是每个人都会懂 都会理解 懂你的人不言而喻 不懂你的人 百口莫辩 尊重和被尊重 理解和被理解 都是相互的 放下去取悦和讨好 所有人的想法 放下去求得 所有人认同和体谅的奢望 人就会活得 特别通透和自在 不纠缠 一个朋友跟我提到一件事 前几天他很早地 到地下停车库 准备开车出门上班 结果发现 有一辆车 正好挡在了 他的车位前面 他根本出不去 当时他要赶时间 于是立马打电话 跟物业联系 让车主把车移走 谁知道他站着 等待了将近半个小时 结果车主 才一脸怨气地走过来 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 并且嘴里 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么早 慌什么啊 朋友当时心里也是 有万分的不舒服 很想跟这个人 理论几句 但后来想一想 还是算了 最后那个车主 慢慢吞吞 甚至还略带 故意拖延 才把车开走 但朋友一直保持沉默 事后朋友说道 遇到这样的人 根本不必要跟他纠缠 你越去纠缠 反而越浪费和耽误时间 在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人 他们蛮不讲理 甚至没有素质和礼貌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 原本不是你的错 但却要你去忍受 去承担不好的结果 一个朋友心情郁闷 和我聊天 他说公司里有个同事 老是背后说我坏话 说我穿衣没品位 说我太胖 找不到男朋友 我快被他气死了 这几天在公司 看到他就来气 心情变得很糟糕 也无法专心工作 老是出错 我真的很想和他大吵一架 但是碍于同事关系 不好撕破脸皮 再说他也没当着我的面说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你丢了十块钱 你会不会花一百元 打车回去找你那十块钱呢 我傻啊 当然不会了 那不是亏了 可是你现在 正在做这样的事啊 别人背后说你坏话 你心情糟糕 工作出错 老板批评 奖金扣除 你说你为了别人的 几句无聊的话 你亏不亏啊 这个人也许只是玩笑 也许真的这么认为 但这不重要 你是什么样子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是一个人说你是什么样 你就是什么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自己有自己的评判 另外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忙 每个人都有很多家庭问题 需要解决 没有人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除了你自己 你纠结于别人的几句话 损失最大的是你啊 人的精力有限 应该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越聪明的人 越不会在情绪上斗气 毕竟你越去纠缠 越会让自己得不偿失 反而放下纠缠 才能及时止损 不抱怨 有这样一则故事 二战时期 在法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 据说有一个神医 能够医治百病 有一天 一个少了一条腿 拄着拐杖的伤残军人 来到这里 人们议论纷纷 难道他是想让神医 再给他一条腿吗 结果这位军人停了下来 回答道 我不是祈求神医 给我一条心腿 我只是想求他帮助我 教我没有一条腿后 该如何生活 许多时刻 我们总会在遇到麻烦时 习惯性地去抱怨 其实可以改变的 就竭尽全力去改变 无法改变的 就坦然地去接受和面对 凡事都有两面性 所谓的好坏 并不在外在的情况和遭遇 而是你内心的状态 你心态的积极 哪怕坏事 也可以变成好事 你的心态悲观 再好的事 也能变成坏事 一个越是抱怨的人 不仅会找来 更多糟糕的人和事 还会给身边人 带来满满的负能量 林肯被公认为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三位总统之一 他这一生最大的悲剧 无疑要数他的婚姻了 林肯在成为总统前 就开始了他的婚姻生活 同事都认为 他的婚姻用不幸来形容 都不为过 林肯的夫人 总是喋喋不休 认为他做的一切都不对 生活难以安宁 他总是抱怨林肯的一切 讥笑他 驼背缩肩 走路难看 呆板得像个印第安人 数若他举止不优雅 模仿他的样子 讥笑他 他甚至说 他的鼻子不直 嘴唇前秃 像个病落男 手脚太小 头太大 尖得像个三角 婚后二十多年的生活 林肯夫人 无休止地唠叨抱怨 生活总是闹得 鸡犬不宁 林肯夫人过多地抱怨 让林肯改变了 对他的态度 后悔自己的婚姻 到最后 林肯定再也不愿意回家 面对他的夫人 抱怨除了给自己的生活 带来悲剧 什么也不能得到 有时抱怨的话说多了 只会让自己的日子 越来越难过 但少说抱怨的话 就是少给自己 增加多余的烦恼和麻烦 其实人这一生 活到最后 都是在拼心态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 企图让所有人都理解你 可后半生才明白 不重要的人和事 其实不必要去解释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 意气用事地 要去论对错 可后半生 我们才明白 远离烂人和烂事 不去纠缠 是最大的智慧 在前半生 也许我们总是喜欢 去抱怨遭遇的好坏 可后半生 我们才明白 健康且平安活着的每一天 都值得珍惜和善待 余生愿你我 放下该放的 忘掉该忘的 以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当中 所有的好与坏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